台北市今天是接連發生 有這個行道樹斷落 導致一死一傷的意外 其中是在中山北路的行道樹 他倒下當場是砸中那名機車騎士 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而對此公園處是強調 倒塌路樹是豐鄉 因為這個樹幹內部腐朽 斷裂倒下才會肇事 除了派員慰問家屬 也會依這個行道樹投保的公共意外險 最高賠償六百萬元 而台北市警銷下午又接貨 和平東路三段附近 也有樹木斷落 造成一名女子膝蓋擦傷 車水馬龍的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機車主騎車經過 突然間路旁一棵蜂香樹倒下 正好雜中經過的六十七歲騎士 騎士當場倒地 鮮血直流 送醫急救宣告不治 目擊民眾及後方騎士都心有餘悸 警方到場後管制交通公園處及委外業者 到場瞭解情況並且移除倒下的路樹 還派員慰問家屬 雖然公園處強調這棵蜂香樹外觀沒有異常 不過實際請病蟲害專家到場觀察 卻發現樹的外皮已有受傷 產目看出早已遭到病蟲害 樹幹脆弱 加上三十號風力較強 於是因此被吹倒量貨 至於詳細事故發生原因 以及相關責任 正由檢警調查中 記者 陳阿欽 謝正寧 台北報導